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那边变来变去 老板总是叽叽玩玩 他也叽叽玩玩 很想离子 可是他真的让他换工作 他就说 我之前那个同事 跟我情感很好 怎样又怎样又怀念起 我舍不得那个环境 对啊 茶水间的八卦好像很不错 很开心 然后有些人在关系里面 他在想着前任的浪漫 他就骂前任这很无聊 可是他就忘了 前任那时候的不安全感 事实上让他很慌 然后他多想要前任有务实 可是这一任有务实了 他又说 无聊了 对不对 对啊 他真的就是我们都没办法 满足眼前的现况 都很怀疑自己这个决定 到底对不对 对啊 就很挫折 要也不要 有没有任意门啊 我让我穿越时空啊 先知道一下 你会 你觉得呢 这是怎么去 这个反应 其实你刚才说到任意门 如果有的话 我也蛮希望要的 你也要哦 对 因为 可是你知道吗 随着这个年岁的增长 后来发现 你现在如果真心问我 有任意门真的比较好吗 有时候 人生会觉得丰富跟快乐 并不是我直接从AD到BD 我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有高铁之后 其实整个台湾 就是一日生活圈嘛 对啊 很快 对 可是 所谓一日生活圈 你从台北到高雄 你就等于真的认识了 台湾的西岸吗 没有啊 某种程度上 你可能只是认识了 台北高铁站跟高雄高铁站 对 对不对 你其实并没有认识 台湾的西岸 嗯 那你如果要认识台湾的西岸 你坐火车会不会认识度高一点 会 开车呢 会不会又比火车来的高一点 会 因为想停就停 骑摩托车呢 开车你还不一定 闻得到外面的空气哦 对 你在西冰的时候 不一定能够吹得到海风哦 对 你只觉得外面风很大 但跟吹到脸上不一样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骑脚踏车呢 哇 那个感受会不一样耶 但如果你走路呢 那个真的用身体再慢慢的体验 又或者是 你每个定点 你都住它个一个礼拜呢 那真的就是认识了 每个地方的风情文化 它的空气都不一样 对 所以 所以其实 为什么我说 以前会很想要有任意们 因为 年纪比较轻的时候 会比较着急 会觉得 我直接 哎呀 你就是 身头也一刀 缩头一刀 你就给我来个痛快就对了 嗯 可是这份痛快的背后 它是一种 的确年轻的热力嘛 对啊 因为觉得急不可待嘛 但是它这其实也意味着 我们错失了很多 很美好的风景 跟脉络 然后我们在面对很多 生命的决定的时候 你看你刚才讲的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我们 我们都没有活在那个当下 我们都在缅怀的 那个已经失去的过去 或者想象那个 根本还不会到的未来 对啊 那想着 那样子多好啊 那个心态 其实就是 我们已经在心中 假设一个 终极的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 对 就是 一定有所谓的 最美好的工作 一定有所谓 最美好的伴侣 对 有没有 你想要他 你想要他 务实的时候就务实 你想要他有趣的时候 就有趣 这很难 不是很难 你如果真找到这个家伙 这家伙一定是 思觉失调 要不然就是多重人格 哦 好恐怖哦 对啊 对啊 那个是不会长在 同一个人身上的 对 他是互相矛盾的 对啊 再有趣的事情 都有他无聊的部分 再无聊的事情 都可以有他有趣的地方 对 可是 你知道吗 当我们很期望 有一个任意门的时候 就像我刚刚说的嘛 是 你或许是直接从台北 到了高雄 但其实你根本不认识 嗯 你不认识台北 也不认识高雄 你只认识 这两个端点的车站而已 嗯 那也 那你知道吗 像 所以我就常常也在 现在这个 我常常说人生的秋天嘛 因为过了四十岁 就过了中线嘛 嗯 就会 对 我其实也常常 会怀疑自己的决定 对啊 但是后来我怎么样去 跟这件事情取得平衡 对 注意听我说的 我并不是说 我怎么去建立起 我开始不怀疑 自己的决定 我仍然每天都在决定 我但我仍然每天都在怀疑 嗯 但是我怎么跟这件事情相处 我怎么跟它产生平衡 对 好 我我用一个比方 好 大家体会看看 这个这个比方就是 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种 游戏叫卷轴藏宝图 诶 你是说那个 走到哪里就开 对对就开到哪里 然后一个卷轴嘛 然后那个设计 就是就是画路线嘛 对对对 然后有岔路 你就一定要转弯嘛 对对对 卷轴藏宝图 我后来 回想小时候的这个游戏的时候 我突然想通了 嗯 其实这世界没有所谓最好的决定 甚至于没有最适当的人 也没有最最美好的关系 那种所谓的罪都不存在 嗯 只有你有没有认识当下的状态 啊 你看卷轴藏宝图 你永远不会知道 哪一条线到最后能够达到宝藏 不知道啊 你永远不知道嘛 对不对 嗯 但是你永远不去走 你连拿到的机会都没有 对啊 然后他在走的过程当中 他不是一下子摊开给你看 因为一下摊开给你看 是不是就决定哪一条就已经拿得到宝藏 对啊 他是不是你得先选择 然后你走的过程 你走到哪里 那个卷轴开到哪里 就是那开一点点 然后就 这里要又 怎么不是跟我想的一样 对对 对 其实是不是就像是 如果你要认识台湾的西岸 他有很多方法 对 哪一种 就是说那些方法当中我可以确定的是 直接从台北高铁坐到高雄高铁 那基本上不是卷轴藏宝图 嗯 他就是直接打开来了 所以你要问自己哦 你的人生是要路过 还是要享受 如果你选择路过 我也不会说服你 因为人生是选择的结果 但如果你要享受的话 其实 我一直到人生的秋天 然后去体会卷轴藏宝图 我觉得对我很受用 因为 有些东西是你得走了 才会开展 而游戏的藏宝图 他可能没有回头路嘛 对不对 对啊 可是人生的藏宝图 在时间意义上是没有回头路 没错 嗯 可是在一些 除了时间以外的意义 你因为走了 因为看到了不同的风景 但你也确定这条路走不通 你其实某种程度上 你可以 第一个 原路折回选别的路 嗯 他在重开嘛 对不对 对啊 而且你知道吗 如果以卷轴藏宝图的概念 他的卷轴 是你走之后是不是开到哪里 其实你会看到旁边的路 对啊 这叫人生的经验 人生的经验 不一定是你每件事情都经验过 嗯 但是你在真的有在经验的过程 你就可以看到旁边的人在干嘛 所以你真的是要在那个当下 真的活好 真的做好 没错 不要站在这里想别的 没错 你知道 其实人生他不怕你尝试 嗯 因为你尝试 就像我说卷轴藏宝图的过程 假如这一个卷轴藏宝图 它有四条路线 你选哪怕ABCD的哪一条 你开始走 它是不是都是同步开展的 对啊 你选择C 你其实是可以同步看得到 A怎么走 B怎么走 B怎么走 嗯 对不对 对 可是如果你不走 你一直想要 我后面保障是在哪 对 告诉我 我要确定 一定是A才能到 我才要走 那你走不到了 你永远就等待吧 嗯 你永远就等待吧 所以决定这件事情 我真的没有办法 哎 如果我们的听众 有人可以有一个方法 叫做如何不怀疑 自己的决定 哎 欢迎分享 下面留言哦 告诉我 对对对对 我要拜你为师 因为我人生过了这个半场之后 我发现 不会不怀疑自己的决定 哪个决定都怀疑啦 不管大家得晓得 对啦 当初我们要做现场课程 我们也是哪怕哪做的 对啊 然后跟你要录求我 是不是 我们也是很多的 来来回回 讨论来回 都会 你自己也是啊 你看要不要生小孩 生了之后怎么教 连喝什么都要管 对啊 都要决定 到底怎么对他好 副食品要吃什么 什么时候吃 对啊 对啊 真的是 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 那最标准正确的答案 没有这种事 因为每个人的状态 遇到 就算同样一件事情 他的结果都会是不一样的 是啊 所以 所以其实我真心觉得 就是说 人生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现在都会很喜欢用这个 我当年小时候的古早游戏 我遇到很多纠结的时候 我就会想 如果是放在卷轴藏宝图会如何 而且你看嘛 卷轴藏宝图 就是 如同我刚才说的 你选了一条路 其实其他会开展 那你发现真的走不下去 你换个卷轴玩 也没有不行耶 我觉得 对 但是当下都是你要真的 愿意的往前走 对 你不往前走 对 换一百个 没有用啦 对啊 所以你说放到真实人生 我们怎么样叫做开始 去玩卷轴藏宝图 那句话其实有点拔辣 但我觉得 我也想不出更好的 就活在当下 对 对 那个当下包含 你去做你应该做的事 也更包含 你去承认 去感受你现在的感受 有些人他可能低潮 但他不容许自己低潮 他就永远走不出低潮 对 就是我在当下 不管状态如何 感觉如何 情绪如何 那我们就去享受他 然后去 面对他 去挑战他 去走一走 就是不管 我觉得不要去 为了追求结果 那个结果到底如何 如果我们活好当下 那个结果 都会是最好的安排 对 我会觉得就是说 不要去追求 就延伸你说的 不要去追求那个 一定正确的结果 我们其实已经先锁定 我们心中其实已经 假设 这就是我常说的 就完美主义陷阱 你已经先假设 什么叫做标准正确的答案 或者你先假设 有这个东西 然后你再次念之 努力的就是要 找到这个东西 要去做到这个东西 甚至于有更多人是 你要他要确定 这个东西 然后他才决定 今天要不要做 你花好多力气 在确定 对啊 可是回到真实人生 真正的确定是行动 真正的确定是 你开始走 那个卷轴长宝图 才叫做确定 对啊 对不对 才是一个确认的过程 对你才有往前的过程 就算 我刚刚突然想到 就算中间遇到了一点点 过程中遇到了 旁边遇到的小花小草 停下来看一看 对啊 享受那个当下 对啊 说不定你会觉得 那朵小花不死小花了 对啊 说到这里 像我自己做线上课程 有很多 比如说像 时间驾训班 或者是 过好人生学 再不然是 自信表达力 你知道吗 那些都是我人生 在过程当中 的一些小花小草 就我原本在做别的事 对对对 然后 对然后我在 我在 我在那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可能原本是走 B这条路 对 就我看到A 还有我看到C 又看到D 甚至有些路比较宽 还有我看到F 有没有 嗯 我就把它记得了 或者是我把它收到心里 对 适当的时机就出来了 真的 对啊 包含甚至于我 后面我会 我一直常常在想 我后面我会再去读心里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 我很认真的在业务领域 真的有努力做起来 嗯 我如果在业务领域里 我没有真的 全心全力的把它做起来 我再喜欢心里 我真心不觉得 我会真的去投入去念它 对 就像 就像你看哦 那种 他真的投入生命的人 他如果真的不满意工作 他是不会花力气 在叽叽歪歪的 真的 会叽叽歪歪的 一定不会换工作 对 通常都是在那边念的 念的念的 对 因为他把他的力气 都消耗在叽叽歪歪嘛 要怎么直接啊 太直接了 对不起 对啊 就通常 我们把力气 花在最正确的 不要最正确 就是活在那个当下 然后 享受它 就是那个小花 看看它也很好 它说不定会为你未来 带一点点养分 真的啊 我现在超 我现在超 超 超感谢我自己当年 一股热情的做有声书品 真的 当年读了那么多书 现在都在我身上开花结果啊 真的 就是你问他什么 他都知道耶 为什么这个你也知道 哎你也知道 真的是 刚好有看过 不是通灵 请不要再问我会不会通灵了 不会 哈哈 对他身上会有他自己的养分 有他自己开语的味道 是 那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很喜欢一天听一点 对啊 还有求我啊 哎 也是啦 好 那今天呢 这个轩灵问了这个问题 会怀疑自己的决定 希望你能够收下吧 就是 我到今天仍然在怀疑自己的决定 但是 关键不是在处理那份怀疑 关键在于 我如何 仍然怀疑着 但仍然上路着 生命是个发现的过程 希望你能够跟我们一起 看见更多不一样的风景 那今天的最后呢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你 走向人生的道路 看见很多风行的过程当中 你势必要必须长出 观察 判断 理解 尤其是观察 判断 理解他人的讯号的能力 特别是在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有时候你需要跟别人 化解一些观念上的差异 并且达成有效的共识 熟悉我们课程的朋友 就会知道 关于这方面的主题的前进 是 我有一门课 叫做高难度对话的望无问切 那这一门课呢 在2021年的第一期 是在3月13号礼拜六开课 很难得 而且这次很难得 我们开假日的密集班 就是两个礼拜六 打完收工 好 那密集班的好处就是 对于很多平日时间 比较没有办法安排的同学 可以一次的安排 然后用最好安排的方式 来完成这门课程的学习 开课到现在其实已经帮助了很多朋友 事实上我常常觉得 它不只是一个怎么去跟别人 达成共识的方法 它更是一个我们真的如何深刻的去理解 因为每个人活在这世界上都会有不好说 不方便说 无法明说的部分 如果你今天长了这样的一副眼睛跟耳朵 能够真正的靠近别人 我想哦 化解差异达成共识是表面 而更深的是叫做一种对人深刻的理解 而你会因此生命过得更满足更丰富 所以呢 期待你把握这三月十三号的机会 而且如果估计的没错的话 在你听到这一段录音的同时 这门课的名额应该在各位书倒数了 差不多了 对差不多了 因为很多人都在2020的时候 对 其实我们在2020最后我们看 大概那时候报名已经过半了 所以我说 我们会安排这一段内容的播出的时间嘛 对不对 你听到播出的时候 应该各位书 甚至于有可能已经没有名额 但无论如何有名额就把握机会吧 对 我们期待你在教室里看到你哦 好哦 那今天就跟你分享到这边了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 拜拜 拜拜